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4月16日 第二卷17章第五节A 引用经文 罗马书3章25节 加拉太书2章21节 基督的死 做了我们的暑假 众使徒 明确见证基督付了暑假 救赎我们脱离了死的刑罚 使我们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保罗以此送赞神的恩典 神以基督的死 作为暑假拯救我们 然后吩咐我们 投靠在基督的保血里 以致得着义 使我们在神审判台前 得以站立安稳 彼得的叙述 也是同样的意义 你们得赎 不是凭着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除非基督 以他的保血 作为赎架 赎我们的罪 否则以上的对比就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何保罗说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除非我们应受的刑罚 归在基督身上 否则保罗所说 只有一位中保 他舍自己做赎架 也不能成立 因此使徒将 在基督保血里蒙救赎 称为罪过得以赦免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 无罪开示 因为基督的血 成为我们的挽回计 另一处经文也这样说 基督的十字架 涂抹了律力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这指的是 那涂抹我们最旧的暑架 保罗这话也极有说服力 意若是借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由此得知 我们必须从基督那里寻求义 这是罪人无法遵守律法得到的 或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我们必须从基督的恩典得着义 这是我们无法借着行为得到的 即神在律法中所应许的 人若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保罗在安提阿的讲道 也是清楚肯定此点 他宣称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 就都称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